一股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柳妍 觉得大多数像我一样 就是独身主义的女性 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的初衷 就希望一辈子单身快活到老 但是你并不能自私地觉得 我受过很严重的伤害 我就不能投入下一段感情 我害怕付出 我向往的是今婚吧 是传统的 持久的 有责任感的 舒服的一种相处模式 我觉得迟到的恋人特别好 因为迟到好过不到 好过从未出现 它就注定是一个happy ending 所以迟到的恋人 就是还好终于等到你 就会想起那个BGM 迟迟未到我觉得会非常的焦虑 迟迟未到我觉得会非常的焦虑 你要是上天告诉我 这辈子就不会有心仪的对象出现 我能死了那条心 但是这种事情也没有办法 靠上天来提点你什么 所以还是要主动一点吧 它迟 你别迟 我觉得缓解焦虑最好的方式 最制根的方式是时间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时间来缓解 但是最直接有效的就是 永远要相信你的家人 和最要好的朋友 给你的私场和能量 她们真的能够救你于水火之中 相信她 我觉得大多数像我一样 就是独身主义的女性 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的初衷 就希望一辈子单身快活到老 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折衷的办法 我们谁会不希望 有一个灵魂伴侣在身边呢 但是如果你确实没有找到 这样一个合适的人出现的话 还不如一个人精彩地去享受生活 享受属于你的充足的时光 情商的惨烈程度是跟你的投入程度 成正比的 但是你并不能自私地觉得 我受过很严重的伤害 我就不能投入下一段感情 我害怕付出 常规的一个操作模式 就是让自己的生活 更加地充实一点 然后自我提升更多一些 因为毕竟投资在自己的身上 其实是一件最划算的事情 我没有了解过婚恋市场 我也没有去过婚恋市场 我相信婚恋市场建立的初衷是非常好的 可是现在已经有点 在年轻人的心目当中 有一点妖魔化了 因为他们会觉得 那是一个条件跟条件相匹配的市场 情感被市场化 其实是被所有相信爱情的人 不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你不喜欢相亲市场 不喜欢相亲角 你就把它排除在你的生活之外 也不用去介意那些不好听的 影响你心情的标准和言论 其实帕尔多跟淡男子主义 它既可以是不好意思 也可以是贬义词 更可以是一个中性词 你有时候用于开玩笑 用一种反向操作的模式 它其实也是可以变为夸人的话 我觉得大家倒不用特别地纠结 这些标签和定义 其实只要人与人之间真诚 坦诚地相处 真实而热烈地爱着 才是最重要的 标签这些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我觉得归根结底不能容忍的就是不爱了 如果是对方或者你自己是完全没有任何爱的残留的话 是没有必要在一起的 所以爱是决定两个人在一起和分开的唯一理由 我当然向往婚姻 我还羡慕他们有过婚姻经历的人 至少他们 就是有在情感的道路上踏踏实实地修炼过 我还没有开始修炼呢 我是向往婚姻的 我向往的是今婚吧 是传统的 持久的 有责任感的 舒服的一种相处模式 我们要倒着以成果论来决定和举证你之前的情感经历的话 因为我自然是单身 我都是失败的情感经历 那么过往的美好对于我来说 其实回忆的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你去听那个李宗盛的歌 旧爱的誓言像极了一记耳光 每记起一句就像打了一个巴掌 就是你回忆那些甜蜜其实自删巴掌的过程